Hello 大家晚上好 我们活动就正式开始了 欢迎大家今晚准时来参加我们今天这个 Tensor Vira Network机遇发展Learn2.2的主题活动 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 那赵丽首先还是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OneBlock社区 那OneBlock的话是全球领先的substreet开发者社区 我们会提供专业的技术文章开发课程 并且会组织像研讨会黑客松这些创业大赛 让我们的社区的成员能够去进行交流还有实践 从而帮助开发者去掌握 更深层次的去掌握一些相关的开发技术 深入探索Web3领域 同时的话我们也会为Web3优质的项目提供技术指导 还有人才资源等多重创业知识 促使更多的开发团队使用substreet框架去 构建这样的一个未来开放网络 那今天这个活动的话 也是相信大家近期其实有通过我们 OneBlock社区还有就是我们小助手的一些朋友圈 去注意到就是我们和Vira Network一起联合 去推出了一个新的课程 并且将于近期正式开课 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同学报名参加了 并且也想要去进一步深入了解到 Vira Network以及课程的一些相关信息 所以我们去准备了今天这样的一个主题活动 那我们今天也是有邀请到两位嘉宾 他们将会从就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Vira生态信息大揭秘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探索Vira底层技术优势 这两个方面去为我们详细的去介绍 然后带我们详细了解Vira Network 那如果大家有想要进一步了解内容 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QA的环节 大家可以在听的过程中可以先记录 然后我们在最后QA环节的时候 嘉宾可以一起来帮助大家去解答大家的问题 那今天的活动的话 我们非常荣幸有邀请到两位老师参与 那一位是Maria老师 她是Gear Foundation的亚太地区的负责人 同时的话也是资深的Crypto Builder和投资人 那她也是自2018年起就先后负责了多个知名工链的 生态的发展和运营工作 然后另外一位的话是杭彪老师 她也是Gear Foundation开发者关系工程师 同时的话她也是我们本次的训练营的讲师 她也是具有多年传统互联网和区块链应用开发的经验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话不多说 首先有请Maria老师为我们来介绍 玩玩生态的一些相关信息 那现在就可以请安安老师开始共享屏幕 然后开始今天晚上的分享 好的大家好 现在只剩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吗 嗯可以看到可以看到 好的大家好 OK好的 非常开心这次跟OneBlog合作这期的开发者课程 也感谢主持人刚才的介绍 非常开心的今天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整个玩玩生态的发展 以及呢整个我们现在的生态上的一些对开发者的支持和扶持的政策 然后首先介绍一下我本人 我是在2018年初进入的区块链行业最早是在EOS生态做节点和多链的智能合约钱包 然后2021年的时候是在2021年的时候是在Near Protocol就是另一家的Rust语言的头部公链负责亚太区的运营和BD 然后我是在去年的时候加入了Gear Foundation 负责整个亚太区的整个的生态发展 那非常开心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分享 那首先呢我们就介绍一下什么是Wara以及Wara的生态上会为大家带来什么 我这次分享的主题呢定为Run a new Laiwan with best developer experience 其实是想强调的是Wara对于开发者的来说的话是有非常友好的体验的 而且呢我们是一个全新的Laiwan的品牌 那么Wara从哪里来呢 最早的时候其实我们的Founder是在Parity的创始团队跟甘物的一起参与了 从以太坊时期到后来的波卡时期的整个研发的这样的一个开发的过程 那等到2021年的时候波卡的主网上线了 那个时候我们的创始人Nicoli他就出来独立的做了这个Gear Protocol这样的一个项目 那么经过两年的这个基础设施和底层的合约的这样的开发 我们最终是在去年的9月底正式的上线了主网 我们的主网叫Wara Network 这里有一点区别就是跟其他公联可能不一样的是 我们没有用Gear而是用的是Wara 所以说我们目前的整个工作中心都是围绕着Wara展开的 那么在去年的整个主网上线之后呢 我们就是随机的也项目上了Clone Base 所以说我们是为数不多的应该是非常稀有的供链生态的项目 基本上是主网一上线就被最头部的交易所 而且是合规性要求极高的交易所所认可的这样的一个新公链 那我们的整个团队呢是非常的国际化的 社区包括北美墨西哥还有广大的拉美地区 包括中国还有欧洲以及印度等多个区域 那么接下来我就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创始团队 刚刚刚说到的尼克雷他是我们的Founder 他是有非常丰富的Web3的开发的经验 也是最早的WASM底层架构的这样的一个搭建者之一 那么我们的CFOElia呢是有非常深厚的传统金融的背景 包括美国银行和Morgan Stanley这样的一个资深的这种传统金融的从业的经验 然后呢Alex也是在多家的Web2的超级大厂有十几年以上的高管工作的经验 然后呢我们的团队的CTO Peter也是非常资深的俄罗斯背景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大牛 然后呢Dick他是Honebase出来的高管 所以呢就是在BD这块会有非常深厚的就是欧美系的这样的资源 包括Pievel呢之前是在整个拉美和之前整个欧洲都有非常深厚的Web2和Web3的背景 这里有一张简单的照片展示一下我们的团队的情况 但不是所有的人 是我们今年去黑山团建时候去的所有的同事 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多元化的一个背景 然后大家都在一起去建设Waa这样的一个生态 像我刚讲到了从去年底开始 我们其实正式的主网上线 然后并且代币List上了Colinbase 然后呢到今年现在半年的时间 其实我们已经跪于就是说如何建设生态 包括怎么去发展开发者有一套自己非常成熟的打法 而且呢近期我们还推出了一个跟Categram小程序集合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这个我会在后续的PPT里面也讲到 然后这里可以简单再看一下我们的整个投资人背景 我们基本上是兼具了东西方的头部的VC 像Blockchain LimnizCap 还有Distributed Global 这些呢都是一些海外的 Box Spartan都是海外的比较知名的一些放的 那像Husky Capital呀 包括D1都是中国背景的这样的 东方背景的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头部的VC 团队像这个Signam它是来自于新加坡 然后呢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干物的本人呢也参阅了我们整个项目的投资 那VAR的技术上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呃这个部分呢 呃一会儿呢我们的Dev Rao的同事行标会详细的跟大家讲到 那这里我简单的提一下我们大概呢首先我们是一个呃采的像是一个异构链呃那么异构链的优势大家可能都有所耳闻就是他可能会支持一些更高高并发的就是呃这样的 大规模用户会同时进来的这样的一种呃这样的一些一些底app所以说呢对于呃让区块链走向大众或者是说承载更高的tps更多的这样的用户呃更多的呃交易的这样的行为 嗯那么一一步链呢是非常有优势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是呃呃挖挖挖挖的开发环境 那么我们目前的来说只要是以挖挖的语言为主但是呢这也决定了我们可以其实兼容其其他的不同的开发语言 嗯这样的话其实很容易去呃像比如说一些没有很多的website经验的开发者或者是说本身是在web2有丰富经验的这样的开发者对他们是来说是很友好的 呃这是我们的一个技术上的优势那基于这样的技术特性呃哇其实对比如说一些呃类似于全链上游戏或者是说有很多的逻辑需要上链的这样的一些智能合约的底app是非常的友好的 刚讲了这个部分一会儿航标会详细的讲到所以我这里就一带而过技术的部分那主要讲到的就是呃 这里我们对开发者的一些支持的政策呃我将其称之为一站式的开发者帮帮助服务的呃 服务包首先呢就是开发者课程这也是大家可以看到的比如说我们这次跟oneblock合作的开发者课程呃分为六节然后呢时间为呃一个半月 那在这样的一个课程中呢大家可以学学到最基础的就是呃last语言的一些知识以及呢呃后续的一些如何去在挖挖上进行开发的一些简单的一些产生download的这样的一些呃知识和内容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像我们那个文章中提到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宣发的内容提到的就是用户就是我们所有的开发者也可以去我们的gear academy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去参与答题 就是说你学到了课程之后你在开发者上答题一个是可以巩固知识再一个呢就是你可以获得额外的50优的奖励呃那当你完成比如说我们这次的全部课程就是你这一个半月的课程上完之后还可以去参加我们的终极的一个呃gear academy的答题还可以获得获得呃一个更多的一个接近100优的一个奖励呃那当你完成了课程之后呢就具备了在挖上部署一些简单的这样的一些应用的 能力那么我们就会欢迎你参与参与到我们的整个呃黑客松中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挖耀松他是每月都举办一次的呃所以说他的频次很高而且呢就是非常的开发者友好呃目前呢我们已经举办了五期的挖耀松那么其中呢来自中国的团队获得了其中两期的冠军其中有一个呢是做类似于game engine的这样的一些一个一个案例然后呢另一个呢是做的是 一个呃呃游戏所以说这说明呃我们中国区的开发者在参与到我们的挖耀松中还是有很强的这样的实力的展现以及就是竞争优势的啊所以说在这里可以呃呼吁大家一下就是参与完课程之后呃参与到挖耀松中那我这里也会给大家一个额外的就是小奖励 只要你提交demo就会拿到这个奖励然后如果你更幸运的话比如说获得了前两名甚至是冠军那你就可以呃获得呃比如说超过3000刀的这样的一个奖励然后呢最后就是grant就是比如说首先你有了成熟的经验或者是你本身就是一个成熟经验的这样的一个团队那么你可以来联系我或者是我们团队的呃代表的同事然后我们来生可以去申请这个挖耀的grant这里呢就是呃 大家可以在官网上搜索wiregrant的内容那我这里也会大概讲一下首先呢因为我们是一个新的公链所以呢各个的赛道都是很欢迎的从infra到defi从gaming到nft呃包括一些刚我提到的基于那个呃小程序开发的一些呃东西都是欢迎去呃构建的呃在生态的初期如果你较早的参与了这个生态的建设是很容易就是得到官方的支持的 呃这里呢支持包括并不限于比如说一些技术上的支持然后一些官方的marketing的背书或者是甚至说我们帮你去一起做这个funderizing做融资呃然后呢还有最基本的比如说给这样的grant的这样的奖励这个奖励的数额目前是从1万到5万不等但是如果是非常好的项目可能会不限于此这是关于整个的的一个帮扶的计划 这是刚提到的gear cabinet的信息大家也可以通过呃网上搜索然后了解更多的细节这个题目呢就是它是以选择题的形式是非常的简单的那其实是可以只要有一定的基础就可以轻松的赢取这个56的奖励 好的那么这是我刚提到的这个wire song 好的这是我刚提到的关于grant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呃infra里包括哪些 然后工具里面包括哪些以及就是define还有一个gaming这里要讲到的一个是我们最近集成了呃telegram的小程序也就是说比如说你在wire上构建一个应用举个例子你在wire上做了一个gaming那你可以去通过小程序来引流那具体的呃具体的这样的内容的话大家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公众号上面有一篇长文是专门的去讲这个 如何如何去通过呃小程序然后并且连接的wire这样的一个生态然后呢既享用小程序的这样的一个流量又实现了gwire的这样的一个去中心化的呃体验呃是一个非常的有趣的一个探索呃除此之外呢就是我现在也在招募一些社区的大使 我们目前呢是已经有大概十十几位大使在为我们的wire中国区工作呃有的呢是比如说帮wire去做一些社区的呃线上线下的活动还有一些呢是本身他就是很棒的这样的一个第三方的这种媒体平台他们会帮我们去呃做一些转发呀包括内容的翻译呀呃或者是说一些设计呀以及就是说帮助我们去介绍一些生态发展的一些呃 资源或者是贡献一些idea都是欢迎的呃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有高校的大使计划比如尤其是欢迎比如说像高校里又懂Lustre语言同时又对我们生态建设有兴趣的这样的一些小小伙伴们来加入到我们呃这个如果有有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到那个整这个会后联系我好的这就是我大概的一个分享那关于具体的这个课程呃技术的部分以及关于wire的这个技术上的一些优势呢 就请我们的该包的同事行彪来给大家去详细的展示一下呃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好的好的感谢mary老师的分享啊那就是呃如果大家对于刚才m老师分享的内容呃有比较感兴趣或者说是有想要进一步了解的我们都可以先记录然后稍后我们可以有一个集中的qa的环节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有请行彪老师然后他这边可能会有一个集中的QA的环节 会更多的从技术方面来去跟我们呃分享和介绍到wire network的一些相关的信息那现在我们也有请老师可以共享屏幕然后开始今天晚上这边的分享呃好的大家稍等几秒钟我共享一下屏幕然后呃呃呃先做介绍一下我是杭彪然后是DevFoundation的开发者关系工程师呃也是下面的这门呃 呃Vara入门课程的讲师呃下面来给大家看一下呃Vara上的一些呃技术的特点吧首先呃Vara它是一个异步的区块链同时呢它支持交易的并行之行那么呃它的出快时间大概是三秒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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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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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或者拍卖或者说到达一定的时间之后 自动的结束某个游戏的回合 或者是说比如说执行面上的并投的这种自动化的任务 这个主要就是一个VAR的技术上的一个特色 然后我们下面来看一下VAR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组成的结构 首先它是一个基于substrate构建的layer1的网络 它是一条独立的网络 所以说虽然说它底层用到了和Polkadot类似的技术框架 但是它是一条完全独立的layer1公链 然后我们在substrate的基础上构建了gear protocol 它由几个不同的parlids所构成 然后这几个parlids的话 它主要是用来在网络上去支持Warsom智能合约的执行 那么其实像如果你对substrate的生态比较主体的话 其实parlids官方也有搞ink的这种 基于parlids contract的这种智能活力 但是我们采用的并不是同一个执行的模型 我们在gear protocol上实现的是 基于actra的计算模型 在这个模型当中 每一个程序它都是只有自己独立的那种中间 彼此之间并不会去直接的共享内存 那么这样的话在执行并行计算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保障彼此之间内存的安全性 程序之间和用户之间都是通过消息传递的形式 来进行通信的 那么采用Warsom智能机呢 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已经了解过这种技术 首先它能够实现接近于延伸的执行速度 这意味着基本上我们不会在这上面 损失太多的性能 同时它是一个开放的web标准 目前已经有非常多的编程语言 能够支持到编译到Warsom 然后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这个生态上 去使用不同的编程语言来连行你的DAM 当然就目前而言 我们主要的使用的语言还是Rust以及AssemblyScript 如果大家有兴趣去做这方面的Grant的话 可以欢迎来申请我们的Grant计划 然后这里讲到的是关于合约的如果使用它的存储 我们刚才讲到合约之间它是不共享内存的 那么在Var的合约当中我们并没有为存储而设立独立的这种单独的API 我们是根据Warsom的这种线性内存的模型 直接将程序的这些内存分页直接存储到链上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你需要在你的合约当中使用存储的话 由于这些存储它是不需要与其他的条款去共享的 你只需要在你的合约当中去声明一个全局的变量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全局的变量会在你的合约的执行的过程中 自动的被持久化到链上 所以这部分对于开发者而言它是完全无感知的 就好像你在使用传统的面下的程序一样 同时为了提高我们在链上读取加载 以及去修改这些在链上的内存分页的效率 我们使用了这种Lasic Pages的技术来追踪程序在执行过程当中 将要访问以及修改的内存分页 可以选择性的去拦加载那些只会被修改到 或者说读取到的内存分页 这样的话可以更加高效的去获取链上的数据 或者说对链上的数据进行更新写入 下面是一个在Var上的大致的开发体验 首先Var它是首个支持在智能合约当中使用Rust的Async 一个位置语法的这样的语法真的会越简单 那么其实熟悉于JavaScript的同学应该知道 它在早期的话如果要进行这种逆步的编程 我们一般会使用回调函数来进行 这种方式就可能会在代码当中去进行一层又一层的签套 造成一种这种回调地域的这种情况 那么在更现代的JavaScript的语法当中 它加入了Promit以及Async的位置语法的支持 那么同样的在Rust当中也有对应的Future以及Async的位置语法 在这里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把逆步程序编程的这种体验 向同步的编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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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这个具体我们会在课程当中的下半部分讲到 然后下一个的话是VAR如何进行拓展 以前的话VAR上的出块时间是三秒 并且VAR可以通过将交易的消息进行 处理的消息来拓展整个区块链的交易的分布量 举个例子 如果说在一个区块当中有五条消息 这五条消息分别对应于不同的智能契约 那么如果说其中四条消息 它执行处理所需要的时间是150毫秒 然后另外一条需要200毫秒 那么按照串行执行的方式 总共加起来处理这些消息 我们需要大概800毫秒的执行时间 如果来将这些消息的处理 并行并行执行的话 我们最多只需要200毫秒 这个就是并行计算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它可以根据你的CPU的Core的数量 去成为的提升你的整个网络的更主要 然后以下是VAR的一些应用场景 其实作为一个通用的智能回忆平台 我们是支持所有主流的应用 当然其实目前的话在VAR上进行开发的应用 可能更多的变向DeFi或者是全面上游戏这方面的应用 因为这些应用的话 可能会更多的用到VAR上的一些独特的技术的优势 比如说消息的延期之行 或者是定期的链上的自动化的任务 然后你可以在上面构建像传统你的DeFi NFT游戏或者是自主世界 或者是Socialify以及Marketplace这样的应用 那么下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本课程的一个主要的安排 首先我们会了解VAR的一些基本的技术特性 以及所谓的基本结构 这块的内容是在我们课程的前三章来先行介绍的 每一章我们会花费大概一周的时间来了解其中的内容 课程内容实际上是根据DeerAcademy网站上的初级课程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改编的 然后大家在完成初级课程之后 可以在DeerAcademy网站上去指标作业 顺便可以赚取一定数量的VAR的代币 所以这个话如果你完成了初级的课程的话 可以得到50美金等值的代币 如果是完成了终极课程的话也可以得到100美金的代币 那么课程的形式的话是采用线上录播的形式 作业的所有的作业都是在DeerAcademy的网站上进行指标的 大部分是选择题 但是在初级和中级课程的最后呢 也会完成一道编程的题目 需要你在DeerHop上比较你的项目 然后在中级的课程当中也就是课程的456级 这部分就可能相对更具有挑战性 它覆盖了VAR上的一些比较独特的技术的特性 比如说在合图当中使用异步逻辑 以及将你的一些链上的一些交易进行自动化 可以在合图当中去进行GAS预留 来为将来的交易提供它执行所需要的GAS费 顺便的话你也可以使用这些GAS 来进行定时的任务的处理 最后一节我们会学习如何使用DeerJS 这个部分它其实是没有包含在Deer Academy的终极课程当中的 但是这块也希望大家了解一下 因为如果你需要做进一个完整的DEP的话 其实前端是必不可少的部分 然后其实在课程开始之前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先注册这个Deer Academy的账号 然后可以根据报名后的视频的内容 同步的去在这个网站上进行作为的比较 你也可以比以前在这个网站上 进行将要了解到的内容 在完成课程之后呢 我们会有一堆迷你的线上的HIP Zone 然后我们的HIP Zone的官网是HIP Zone 然后我们会每个月都会定期去办一场 面向全球开发者的HIP Zone 然后其实选题的话并没有非常运行的要求 刚才Marguerite的slide当中也覆盖了一些可能的一些主题吧 我就不再想细计再执照了 同时呢如果是比较优秀的项目 你也可以直接申请我们的Grants计划 比如说像一些Gaming或者Defire 或者是基础设施的这样的 或者是开发者工具 比如说智能可约框架 或者是智能可约框架的IDE这种工具 都可以考虑来兴行我们的生态服务器的这种Grants项目 然后对于优秀学员的话 你也可以报名来参加我们的技术大使 然后共同的建设马尔的技术社区 其他的话我感觉应该不需要再介绍 如果大家对课程感兴趣的话 可以扫码然后申请绿学 然后课程内容是完全免费的 大概会在这个月底下 好的 我现在介绍就是这些 然后应该还有一些时间 就是看大家有没有启发的问题 好的好的 感谢航彪老师的分享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些QA的时间 因为其实刚才有同学 对于两位老师的分享 其实已经有一些想要持续了解 进一步了解的一些内容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都可以在评论区里边留言 然后如果对咱们这个课程感兴趣 然后还没有报名的话 也可以扫描我们现在正在投屏的这个二维码 去填写一个报名表 然后去申请报名 这个课程是免费的 但是呢只有我们正式报名的同学 他可以去参与到我们的班级群 然后后续的一些福利的活动 所以是希望有感兴趣的同学 都可以扫码报名 然后刚才有同学其实是想要 了解一下就是关于大使计划 这是刚才Maria老师说到的 我们有个校园大使的计划 那有同学想要了解一下 就是这个部分 他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录用要求 或者是他这边的 还有什么福利可以 就是可以给到我们的大使这些 所以这个可以看Maria老师那边 可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 那听下来这个申请大使的同学 应该是来自于高校 那首先呢我们现在已经 onboarding了一位高校的大使呢 他的背景就是首先我们在北京 举办workshop的时候 然后呢他就主动的来问我们说 有没有可能参与到 WARA生态 然后他是懂一些RUST的语言 是一个有技术背景的 这样的一个同学 然后呢 那我们就说 哎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是很欢迎 就是不同的高校的 有技术能力的 或者是说 有很强的 BD能力的同学都OK 然后来参与到我们的生态 然后我们就onboarding了这个同学 成为我们的校园的大使 然后呢 他整个的成长路径就是说 首先呢他会去参 去首先 因为他懂RUST的语言嘛 他就会去学一下 我们的Gear Academy的课程 然后呢 也会在我们的整个那个 一些行标每月 进行了两次workshop里面 他会作为一个助教的 这样的一个形式存在 然后呢 我也会再鼓励他 比如说联合一些其他的社区的 会技术的小伙伴 一起参与到 WAR送打打比赛 然后增加一些经验 这是大概的他的一个成长路径 那从整个奖励的来说的话 我们整个WAR的大使在很早 加入到我们整个生态的 建设中的大使 他们都在我们的前两期空投中 获得很丰厚的回报 然后呢 后期的话我们整个大使的 整个奖励可能会常规化 但是呢 目前呢可能说 那还是按之前来说 还是有很很好的 这个空投的预期的 因为我们的第三次空投还没开始 对 这是关于奖励方面 然后关于我们大使的日常的 这种工作就是 我们会每周呢 开一次会 然后给大家去分享一下 我们整个生态的进度 然后包括大使会做什么样的 分工 然后呢 每周呢 我们整个大使的贡献都会被记录下来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清晰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路径和管理的方法 好的好的 感谢老师的分享 那其实大使的话 他其实不仅仅是说 能够去得到这种空投嘛 那更重要的 他是可以去和很多 已经很成熟的开发人员去 深入的沟通交流 然后包括其实对于自己 整个的一些开发能力啊 然后包括整个这方面的一些发展 都是非常有助益的 所以如果有同学 对这个感兴趣的话 这里老师好像没有留联系的方式 那大家可以在后边来 联系到班长 也就是Jesse 然后这边会去 帮助同学去进行一些简历的投递啊 或者是一些后续的沟通 所以大家有感兴趣的 后续也可以找到班长 去进行一个深入的了解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可能是需要航标 老师来回答一下 就是有同学想要了解一下 Vira Network和Substreet 是有什么关系 首先呢 从非技术的角度讲 其实我们的Vira Network的创始人 实际上是Parity早期的核心发展者 所以说他出来创业化首选的 技术框架 当然是他所熟悉的Substreet 然后我们的Vira Network 它是构建在Substreet 之上的一个Layer 1的工作 你可以把Gear Protocol理解成 我们在Substreet开发 Substreet的基础上开发的 一系列的Palette的组织 然后这些Palette的主要的功能的话 实际上就是支撑Warsom的这些 约在我的Substreet的链上去 可以把他运行以及如何把他的状态 直接化到链上 就是处理程序和用户之间的这种消息的传定 主要是特别一套协议 比如说 Gear Protocol 就是靠这种Substreet上开发的 这个Alet的机构 可以好的 那看到还有个同学是在问说 Vira Network是波卡生态上面的一个项目吗 其实如果你在波卡生态有 比较丰富的开发经验的话 你要过渡到Vira的这个开发者的生态的话 其实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 当然 目前的话 我们并没有去和波卡生态的任何 其他的供链去进行继承 因为我们是一个独立的L1 所以说 你也可以直接把我们视为一个独立的L1 这个问题我来补充回答一下 首先就是 我们跟波卡生态并不是 我们目前不是波卡的一份子 但是呢 我们的Founder是从波卡生态可以说出来的 这是存在的一个关系 然后 另一个就是我们的整个技术方面 我们用的是Substreet的架构 但是呢 从Vira本身的角度来说 Vira是一个独立的L1 从这个方面来说 我们是 不是就是怎么说的 也不能说完全割裂 就是我们是非常独立的存在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攻略 OK好的 感谢两位老师的回答 那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有 对于 不管是技术方面 还是说 我们刚才 Maria老师分享的 就是生态信息这方面 有想要进一步了解的 都可以 在留言 然后跟老师们去提问和互动 行那我们就可能先再给大家一点时间 然后让大家可以再回忆一下 然后包括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在这个时间的话 我这边也在针对咱们这次 实战训练营的这个课程 然后有一些 补充 然后和汇总的信息给到大家 可能大家对于这个课程 比较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再了解一下 这个课程的一些信息 那现在我先分享一下屏幕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也可以继续在评论区留言 那稍后的话也会有两位老师 来帮大家去进行回答 那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我这边的话就主要是 会再跟大家去总结一下 刚才我们老师分享到的 关于我们这次课程的一些信息 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些 包括像我们的入学的申请表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后期的一些 平台这些 那大家也可以截图保存 然后去后面更方便的 能够找到这些链接 那首先的话就是我们这次的 这样的一个训练营的课程 正式的开课时间 也就是在下周二 就是6月25号的下周二 去进行一个正式的开课 然后我们的课程更新节奏的话 其实刚才杭彪老师有提到 我们是每周会更新一节课 然后一共有六次的课程 那课程更新的时间固定 都是在每周二的上午10点 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时间给记住 然后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的去完成到 当周的一个课程学习 然后课程形式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理论课程和实践相结合嘛 然后理论这边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有六次的路过课程 然后右边的话也是用本次课程的一个大纲 然后以及我们配备了每周的一次 Office Hour的一个直播答疑 然后还有就是不定时的workshop 技术分享或者是原桌讨论这些内容 给到大家 然后让大家可以去获得更多相关的一些信息 那实践的话 其实也是刚才两位老师有反复提到的 就是Wiresun 然后大家可以去动手去实操 然后去完成自己的一个项目的搭建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整个课程的一个基础的信息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课程的更新路径 那我们这次课程的话会更新到B站还有YouTube这两个渠道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其实也已经有搭建上我们Vira课程的这样的一个专栏 然后大家的话可以根据自己平时的常用的使用的一个习惯 然后我们可以去扫码 关注到对应平台的一个专栏 然后也可以订阅 然后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每次更新之后 大家都会自动的提醒大家 然后大家也可以更快 然后去获取我们课程更新的一些信息 然后避免遗忘 然后这个的话大家也可以先截图保存下来 然后我们可以后面去扫码关注 接下来的话就着重去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次的课程的福利 那我们分为了三个部分 然后第一个的话就是关于我们Zili的一个社区积分 其实我们现在有搭建上我们OneBlock社区的一个官方的Zili的一个社区 然后的话大家如果之前没有关注 我们可以扫描最右边的这个二维码 去加入到我们的Zili的社区 然后加入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首先有一些onboarding的这样的一些任务 大家可以去完成 然后这个的话就可以获取到一些积分 然后同样的我们有我们Vara专门的这个课程的这样的一个栏目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完成到这部分的一些任务 然后去获得相应的积分 那积分获取的方式的话其实也有非常多 那首先就是邀请号报名 大家就可以去获得对应的一个Zili的积分 然后像是大家邀请到一个人三个人五个人和十个人都可以去获得不同对应的一个积分 然后这个积分的话是可以叠加的 所以大家最多是可以获得三千一的这样的一个Zili的积分 然后同样的话也是大家可以去分享我们的课程信息 可以到我们推特啊 然后朋友圈或者是一些Web3相关的社群 去邀请到更多的同学加入到我们本次 Vara入门时间训练营的学习中 然后大家也可以上传截图 然后这个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在我们Zili社区上去Claim到积分 然后同样的就是我们完成了每一课的课程学习 还有参加我们的活动 以及完成了作业啊 还有就是参与了我们Vara送提交了项目这些等等的 我们都是可以在我们的Zili上去申请到积分的 然后具体的我们有哪些任务 然后包括我们最终去Claim的一些途径 大家都可以扫描最右边的这个二维码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我们后续也会持续的去更新到更多的一些任务给大家 然后让大家可以获取更多的Zili积分 那这个积分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最大的就是我们可以用于兑换一些周边的礼物 然后包括我们会有一个年度的这样的一个榜单 然后年度的话我们就会有以年为单位去统计 然后我们积分最多的可以会去获得一些空头的奖励 然后这个奖励的话我们现在还暂时是保密的 然后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加入到我们Zili的社区 然后去参与到我们的课程 还有各样的活动啊 互动中 然后去获取这样的一个积分 然后大家也可以先截图保存 然后我们后续可以再去仔细的研究一下有哪些任务 然后以及可以去将我们现在已经满足条件的一些任务给申领了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邀请邮领 然后因为我们这次课程也是免费向大家开放的 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开发者能够加入到我们这次训练营 包括也加入到Wire Network去进行学习 还有就是进行一些开发啊之类的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去邀请到更多的朋友 或者是小伙伴一起加入 那所以我们也有专门设置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除了刚才提到的邀请朋友会可以得到Zili的积分之外 那我们还有就是邀请到三个人以上 我们就可以去获得一个我们社区的一个周边 那这个的话大家也是需要在Zili上去截图 然后去申领 然后我们这边通过了 确认了之后就会由我们的班长去联系到大家 那具体的规则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左边 首先就是你要报名成为我们课程的正式学员 然后才能够去成为邀请人 然后大家可以通过私聊朋友 或者是刚才提到的各种社媒平台去宣传 然后邀请到好朋友去填写我们的报名表 参与到这次的实战训练营中 然后接下来一点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 被推荐人在我们的填写入学表中 大家都可以看到第18项 会有一个就是填写推荐人的昵称或者是姓名这一项 那被推荐人需要在这一项去填写到推荐人的一些信息 但是这个信息的话需要于你这边填写报名表 是提交的姓名或者是尼称保持一致 这个也是便于我们后面去进行核对和奖励发放 所以这个一定要确认好 然后这些都完成了之后 大家就可以到我们的Zili上去上传积分 然后等待审核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还没有报名的 然后想要猜这个活动 大家都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去进行报名 包括大家也可以直接将这一页PPT都截图保存 然后可以发给自己的小伙伴 让他们按照这个规则去进行一个报名和填写 就是避免后续出现一些问题 那现在就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 可以去截图保存 好那接下来最后一个的话就是 其实刚才Maria老师和杭彪老师有反复提到 然后包括这也是我们今天 这个活动主题的一个部分 就是论初二 相信其实也有很多同学 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那刚才其实两位老师都有介绍到 那我这边也就再简单的去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一共是有六节课程嘛 但是一共是有两个课后作业 大家在完成前三课的学习之后 差不多就能够cover掉整个初级课程的一些 作业的一些内容 那大家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去提交到初级的作业 然后完成并且通过审核之后 大家就可以获得50美金的一个等价奖令 然后完成了全部课程 并且按照要求去提交了中级课程的一些作业 同样的也是通过审核之后是可以得到100美金的等价奖励 所以其实作业这一块大家如果都完成 而且完成度比较好的话 最多是可以获得150美金的一个等价代币奖励的 那这个是作业这边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Viresun这边 那也是刚才两位老师都有提到的 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动手的去参与这种项目的开发 所以大家只要参与了我们的课程 并且按照要求提交了项目demo 那大家就可以去获得50美金的奖励 这也是鼓励大家都能够去踏出这一步 去动手去实操 然后同样的大家都有机会去争取到我们Viresun每期的这个6000美金的一个奖金池 也是能够希望看到有大家可以拿到这个大奖 所以这一些的话就是我们整个课程论出二这个部分的一些内容 然后至于我们Viresun的一些赛道啊 其实刚才两位老师也都有提到 我这边也就不再追述了 后续课程或者是我们内部一些资料 大家也会有更多的一些信息 我这边也会第一时间同步给大家 OK那以上的话就是本期训练营的一些基本信息 如果大家还没有报名的话可以扫描 就是第一个二维码去报名 然后报名之后我们可以扫描最后一个二维码去进入DOM的社群 然后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群的话是指针对我们已经报了名的学员开放的 那如果大家进了群但是没有报名啊 那后续可能我们会就是私聊大家引导大家去报名 如果大家是没有成为我们正式学员的话 有可能是会被移出群聊的 同样的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群有200人的上限嘛 那超过200人大家可能就没有办法扫码进群了 所以大家如果没有添加到班长的也可以扫描中间这个二维码去添加班长 然后后续有一些课程的更新啊还有活动通知 以及Virus那些最基本的信息 大家也都可以通过班长这边去获取 包括有什么意见反馈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相关事项需要帮助的 我们也都可以及时的去联系到班长去解决 那大家也可以先扫码 扫码然后去进行一些关注或者是报名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在这个过程中啊 还有其他同学有一些疑问 我们也可以请两位老师再来帮忙回答一下 OK有看到一个同学有问Vira运行的是一位M虚拟机吗 这个我们可以请杭彪老师帮忙回答一下 并不是的首先 Subtrade上确实是可以支持各种各样的虚拟机 比如说你可以在上面就是EVM可以支持强硬的 可以支持Move等等 但是我们采用的是不同于目前所有其他的这种标准的 WASM的引擎叫做Gear Prodigal 虽然说我们使用的也是这种WASM的虚拟机 但是呢 它与其他的基于WASM的比如说Ink的虚拟机 好稍等一下我们老师那边可能网络会有点卡顿 哎 sorry 我刚才好像掉线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完整的回答的问题 啊好像后边没有听到了 就是杭彪老师可以再简单的重复一下 长话的说其实它和EVM并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说啊它是不支持EVM 啊我们主要是使用WASM 然后自己在Subtrade上定义了依靠我们自己的标准 这也就是Gear Prodigal的一部分 然后它与其他的基于WASM的智能合约也是不一样的 啊这个是EVM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 啊目前来讲它还是比较 呃这种比较封闭的增态 目前它是VAR是第一个采用Bear Prodigal 这样的Layer One网络呃 呃与你目前所了解到的去其他的这种呃 呃出发联系统它都不一样 好的那呃呃那个同学可能后面还有个问题 就是说VAR的WASM虚拟机编写智能合约使用的是哪一种语言呢 呃目前支持生态上支持最丰富的其实还是RUST 因为呃对于WASM来讲 RUST是最适合呃用来呃编译到WASM的这样的一种语言 那么呃其实并没有定性的要求 只要你的语言每天都编译到WASM的语言上都会呃可以说都会得到支持 但是目前其实还是还是要看这个语言的生态如何 目前主要使用的还是RUST 当然我们会有一些呃比较简短的这种测试的这种样力是使用C或者是Assembly Script 是编写的呃但是在生产环境下我们一般不会使用除了RUST之外的语言 如果你有兴趣就是把其他的呃带到这个VAR的生态 那当然也是欢欢迎的你可以参加我们的RUST 比如说你可以给我们的呃 RUST上的智能合约可以编写一个呃够语言的这种标准库的移植 啊这个是这个像这种创新我觉得是非常欢迎你 这个选择是一个比较人的方式 好的好的感谢老师的回答 那接下来同这个同学的问题可能需要杭彪老师和Maria老师共同回答一下 就是有同学想要了解啊 首先第一个是啊和其他工链相比的话 WAR有什么突出的优势 然后目前有哪些生态啊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是后续WAR有没有什么动作 然后我们可以先邀请杭彪老师来回答一下 第一个就是关于WAR和其他工链竞争优势这个问题 好的啊首先WAR是它在上面是支持了一些其他工链所不支持的功能 啊你可以在WAR上去支持更加公用的逻辑 啊你的接生逻辑可以在链上跨于如何区块执行 啊这就意味着啊呃 啊那只可以啊这些逻辑更为复杂的啊呃 比如说全链上游戏啊呃 呃它完全使用智能可约来实现而不用依赖一些呃 呃线下的一些呃链下的这样的点呃 比如说你可以在链上去执行定时的任务 你可以去呃呃通过智能可约实现呃为用户呃去自动的定头 或者说呃去实现这种自动结束的这种链上的开卖 或者说一些呃其他的依赖这种呃时间 到了一部分的时间之后再去自自动的执行这其他逻辑的这样的一些呃 使用场景主要的是呃链上自动化的这个呃 呃这个功能是目前瓦尔独有的 ok 好的好的那后续瓦尔也没有什么动作 这个看是杭彪老师帮忙回答一下 还是玛瑞娥老师这边回答一下 这个我来回答吧呃就像杭彪讲的就是刚呃我们其实是呃对于呃 需要复杂逻辑的这样的一些呃全上链的的app是非常的友好的 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既满足了去块链的精神就是去中心化 然后全链上 另一方面呢就是他更容易去走向大规模的采用 呃这也是这个挖啊这个工链的很大的一个技术的优势 那从我们整个发展来看首先我们整个生态是呃 因为是很早期就是一切都是呃在建设的这样的一个初期阶段 那我们首先从整个的呃marketing的角度呢 我们其实现在呢呃就是最主要的聚焦就是在如何 当更多的开发者去了解挖的技术 并且参与到挖的生态建设中 这是为什么我们会进行这次课程的原因 呃然后呢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在就是呃 用很大的这样的精力去推grant和我们的wire song 那呃我们的呃整个公链的第一批的这样的一个dex 呃会在大概呃第三季度初上限 那也就是等到那个时候呢可能就是呃infra的布局 就会有一个初见成效的一个一个情况了 那么呃呃在之后呢就是呃我们也会跟呃呃 比如说一些呃conbase的呃他们的asset management 部门呀包括一些其他的fund 呃发起一些提供流动性的这样的计划 然后从而支持呃一些defi的发展 嗯除此之外呢就像刚好没有讲的 我们对于gaming是非常的友好的 然后gaming也是目前我们的一个发展的终点 就是因为他本身可能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呃 底层上的一些区块链的东西就是可以直接呃 比如说比如说你是wive2.5的游戏 你可以做线下的游戏 然后你只是资产上链 这样也也这种类型也是欢迎在wire上进行部署的 呃这些都是我们目前在去关注的一些方向 那除此之外呢在科学者课程和科学者教育之后 我们会在大概年底的时候去举办呃 即wive2的一些黑客松 呃就是从而更大范围的去让开发者参与到 整个wive2的生态的这样的一个构建中 那综上就是说我们首先说会从开发者的角度 或者是呃全流程的从课程开始到Warsson和大型的黑客松 全程的去支持大家去在wive2上进行建设 那另外呢从呃整个资金方面 我们也会联系一些很好背景的这样的一些fund 去帮助大家提供流通性 或者是进行fundrising 那从整个的呃 项目生态的发展的这个赛道来说就是呃 无论是你是全链上游戏 还是说你因为任何一个功能都需要基础的defi 对吧那还是做defi 还是像刚才我图片中展示的一些infra 都可以来Warsson进行部署 嗯我的分享完毕 好的好的感谢Maria老师啊 那其实刚才老师有提到我们可能年底会有一个呃 比较大型的黑客松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所以也是呃希望大家都能够来 首先来先参加一下线上这个小 相对比较少型的Warsson啊 然后可以去积累到一些经验 然后后续可以去参加到更大型的这样的一些活动 然后还有一个同学的问题是可能是 就是关于技术这方面的就是可以呃 请韩表老师回答一下就是呃 这位同学说的是呃 是否可以直接理解为 Warsson是一个可变区块 其实我不太理解您所讲的这个可变区块 你是怎么定义的就是 我不太好对他这个问题 因为我没有理解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好的那呃如果这个同学想要了呃可以进一步了解的话 我们可以看看在评论区可以再详细的去呃 就是描述一下自己的问题 然后同时我们就再给大家大概一分钟的时间 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想要问的 然后在这个时间的话 如果大家还没有呃 扫码报名到课程的话 我们可以扫描到最左边的这个尔维码去进行报名 然后中间的这个话是可以去添加到我们的课程班长 去获取到呃课程啊 还有就是活动相关的一些信息 然后右边的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仅针对呃 呃报名学员去开放的这样的一个社群 大家如果报完名的话也可以扫码加入 OK那个同学他有补充一下 就是说他描述的可变区块 就是出块之后还可以改变块的状态 呃并不是的 其实出块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话 他会有一个最终敲定的呃一个机制 这个就是这种呃 本来的这个概念就是说呃 呃经过三分之二的这个变的 制的统一之后 这个区块在有数据库当中 就是确定下来了 他不会在之后再被增加 ok好的 所以说 他是不可变的 ok好的 感谢老师的回答 嗯 那好像我们没有同学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可以有一个同学想要了解一下 啊 啊 或后续还会有投资金机构进场吗 这个可能看 马里亚老师那边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嗯 嗯 因为我们已经上了大所嘛 就上了空被 所以说我们即便是有VC进场 也会是偏OTC的方式了 那如果到时候有的话 可能会有对外的公开新闻 但是目前的话我没有相关的信息可以分享 ok好的 那如果同学有对于我们这个生态比较感兴趣的 都可以啊 在各个社会平台可以关注到我们官方的一些账号 然后相信有更多的信息都会通过官方渠道去第一时间公布给到大家 行 好的 那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 那我们活动就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同样再次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如果还没有完成我们课程报名的 我们可以先将这一页PPT截图保存 然后我们在活动结束之后 然后再去慢慢的进行一些填写 那也感谢我们所有今天参与活动的同学 同时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今天晚上的分享 那大家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我们活动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我们就下次活动再见了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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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